目前是该买房还是卖房? 首富犀利建议购房人确实敢说 就住房数量上看,从机构统计的信息显示 我们的住房总量确实不小 说是仅空置房就够16亿人居住 根据机构的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,购房者意愿持续下降 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有投资需求的购房人 不仅是李嘉诚,我们知道 在地产界无人不知的万达地产 其掌舵人王健林及家族连续5年成为国内地产界首富 但是在2017年时,万达就宣布彻底退出房地产 其儿子王思聪曾在接受网友提问时也表示 大意是,现在房价确实高 租售比不合理,不建议花光父母积蓄而肯劳买房 租房更合适 此外,楼市调控不是让房价跌多少 大涨不利于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 同样房价大跌也不利于大距 正如《人民日报》所说 中国房地产市场拒绝大起大落 对于我们改善置业群体来说 在楼市平稳状态下 也是一个相对有利的置换环境 但对于投机炒房的人来说 在资金成本高级的情况下 不涨或者危涨都意味着亏本 中文字幕提供 不吝点资金 转发展 中文字幕提供